母亲叫做约耶诞 为什么说是一个好的母亲呢 因为她的父亲是约阿斯 约阿斯的婚姻是谁找的 约阿耶诞一定帮她找敬畏神 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敬畏神的女子 所以是约耶诞 她是耶路撒冷人 所以因为她有一个好的母亲 从小教养她 亚马歇的出生 是来自一个敬虔的父母 然后她的出生 是在这样的环境 还有耶和耶大爷 应该是帮忙照顾 也有照顾她 所以她之前呢 非常的敬畏神 她前面行耶和华眼中 抗尾症的事情 在第二节 只是圣经给她有一个评议 就是只是心不专程 不专程 她有心想要来一生服侍主 一生把国家载到走在神的正路当中 但她的心不专程 为什么心无法专程呢 其实你看她真的是一个很敬畏神 当她想要带领一生百姓要增加 她数算 数算她的百姓 数算她的军队 才三十万人 三十万人 她的祖父亚撒 是祖父还是真祖父亚撒是五十万的军兵 所以她就觉得不安 就用钱去从撒玛利亚那个北国 以色列 这种雇佣兵 用钱去雇了 雇了十万的这些以色列国 那以色列国之前跟他们打仗了 可是她竟然去用钱去雇这些 以色列国的百姓 然后来跟她一起 一起打仗 但是那时候她的心还是柔软 先知跟她讲 神不以法联的后代同在 你不要 不要跟这些人 不要拼这些人 可是她说我已经付钱了 怎么办呢 所以她就 她说 先知就跟她讲说 在第八节 她说你若一定要去 就奋勇征战吧 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 因为神能助人得胜 也能助人请拜 她听到了 她想 那我不要去 可是她说 我已经付了钱 怎么办呢 她还是在那一百两 一百他连德的银子 神人就跟她讲说 神给你的 更多 她听进去 她接受限制的话 就把敌人 以色列百姓 这十万大军的勇士 就给她分别 就出去了 就不让她跟进 在这里 好 关键时刻 她心不专程 在哪里成为一个破口呢 这里提到 从十一节开始 就是她去打乙东 打乙东 她打赢了 果然 她听神的话 不带 以法联的后裔 她就打赢了 然后她打赢之后 其实 她把一个偶像 带回家 那我们都以为是 她拜偶像 对不对 你看这段圣经 一定要跟 列王记下 同样的地方 一起来看 列王记 从来没有提到 她拿这个偶像的事情 因此呢 真正拜偶像 不是 表示 亚马歇 她不是一打完 战回去就拜偶像 因为这是战败国的偶像 这个 这个 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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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尔的神像 乙尔都不能保护 乙东了 然后 他还回去拜他 所以刚开始 他 亚马歇 真正的 破口在哪里 他真正的破口 在后面的圣经 二十 二十节 亚马歇却不听从 这次出一生 将他们交代敌人手里 因为他们寻求 乙东的神 寻求乙东的神 乙东 圣经讲到 乙东背后的黑暗权势 是什么 乙东的神 并不是那个神像 乙东背后的黑暗权势 是什么 是骄傲 你从先知书来看 乙东的背后的权势 是骄傲 而当 亚马歇去攻打 攻打乙东 打赢了 他却被 乙东背后的黑暗权势 有一个网罗 网住了 他打赢了 哇 我怎么打赢了 不知道是神帮他的 他的网罗是 骄傲 亚马歇就骄傲起来了 原来这么少的兵 还可以打赢 因为神帮助他 可他忘记的是神帮助他 他里面心生骄傲了 心生骄傲就跟乙东背后的黑暗权势 乙东的神 背后的黑暗权势是骄傲 就有一个很深的连结 所以他把那一个 希尔的神像 带回来的时候 我相信他一开始 没有把他当作偶像来拜 他可能把他当作艺术品 或是觉得说 做个战利品的纪念 这是我打赢了 但是因为他背后 那个黑暗权势 骄傲的黑暗权势 他就落入这核网罗了 他竟然 开始 在 这个希尔的神像面前 立为自己的神 所以他真正的黑暗权势 骄傲 以去把自己当神 自己要怎样就怎样 立为自己的神 而这个成为 亚马歇的网罗 他的心没办法专程 因为 骄傲 立为自己的神 无法再依靠神 这是亚马歇 晚节不保的原因 所以今天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仍然觉得 我们生命中外在的偶像 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处 但是心中那个骄傲 乃是以东堕落 以东背后的黑暗权势 就是骄傲 清清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 不要那么骄傲 很多人说 我信主 我不会被偶像影响 也许家里的黑暗权势不除 觉得就是艺术品 艺术品 其实真正不是那个偶像 是因为你心里面 不愿意出偶像 因为你心里面仍然觉得 骄傲我可以 我也不会被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神像没有什么 当然神像没有什么 我仍然说 外在的东西都不会影响什么 但是关键是你的心 你觉得自己是都可以胜过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 其实真正是你以自己为王 以自己做自己的神 立为自己的神 把他做自己的神 我求主帮助我们 当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难处 感谢神 去让我们不自骄傲 让我们还能够常常 谦卑在神的面前 每一个难处 你就知道没有一个 没有一件事的得胜 是靠着你 都是靠着神 靠着神 每一次你都只能 谦卑的服服 求神帮助我们 在征战的时候 你稍微答应 就知道是神帮你 一点都不是我们 也不是我们的信心够大 也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也不是我们夺金钱 是神的怜悯 所以当这个骄傲的网罗进来 你去连结这个神像 他不愿意出偶像 一开始他可能不是把他当作 偶像在拜 一开始可是战利品 这就是 我答应了 你看我答应 最后就成为他的网罗 后来 先知的话都听不进去 先知跟他讲话 他还打他 都听不进去 他的心 无法钻成 一句他前面很好 到后来很惨 求主帮助我们敬畏神 其实就怕晚节不保 能够一生敬畏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神